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棣与叶 一名军装警察两根手指夹着圆珠笔 瞟了桌子对面的男人一眼 飞快地在纸上记录着什么 你的口供吕奖 他们劫持你 但是闹内厚 然后 警察顿了顿 语气中带上了几分不可思议 你一个人杀了他们四个 警官 我是自卫 警察注视着李彦 你知不知那几个人和你是同乡啊 知道 我就是看他们是同乡才多聊聊聊去 多聊聊去 你讲你跟他们的案子没有关系 你看阿神是不是白痴啊 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吗 你 警官 想清楚点 已经站起了半个身子的警察 盯着眼前双眼威逼的李彦 又气冲冲地坐了下来 这个男人到警局没多久 律师事务所就有电话打进来 尚风态度暧昧不明 显然有人保他 加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这个叫李彦的男人跟这起案子有关 人家保释金交足 能把他在警局留一夜 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想起来 眼前看上去病泱泱的男人 一把手术刀就杀死四名持枪匪徒 军装警察觉得自己后脊背有些发凉 房门背个手里端着茶杯 头发白了大半的老人推了开来 李彦 军装警察站了起来 喂 李彦出去 关好门 李耀光摆了白手 坐在了李彦的对面 挑着眉毛 把桌上的纸张叠好 摆在一边 这一夜 过得怎么样啊 茶很难喝 沙发也很晨 这是差一管 另外冰管 李耀光指示着眼前的男人 就凭一把手术刀 几分钟之内 就杀过我们要出动防暴部队追捕的大圈仔 龙城的擂台拳手这么厉害 不知道你们该赌特种部队啊 李彦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看着老人 你来香港多久了 一两个月吧 过得如何 还好 不觉得累 老人笑眯眯的 我祖籍福建厦门 从小在香港长大 我父亲当年来港在油麻地拉车 过得很辛苦 可是他不混字头 不捞偏本 当年我考警察 那个时候 人人都要给考官查水钱 他偏不给 我当了七年警察都拖不掉军装 可我从来不觉得他错 他盯着李言 人再潦倒 也不是作奸犯客的理由 李言咧嘴一笑 这些话你应该跟那几个死鬼说 我来香港没多久 妙街的战监旅都谋见识过呢 不过呢 阿叔 他忽然不笑了 道理是填不饱肚子的 如果有一天香港再也没有大圈仔 你觉得油某可能是被你说服的呢 别人愿意把命拿出来堵 死了不可惜 但是没必要踩人家尸体 说风凉话吧 李耀光也不生气 顿了一会儿 说道 我现在倒是愿意相信你 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一个把事情想得这么清楚的人 是不会去抢银行的 还是阿叔有眼光啊 李言打趣着 心里却想到 那个死在自己手下 一脸冷漠地说 去劫监狱的男人 他 他想得足够清楚了 李耀光接着说道 啊 换完这杯茶 等律师来了你就可以离开 不过话说回来 你在龙城打拳 能算给多啊 总不会有抢银行串的多就是了 风险大吗 那一台大全风险也不小 我开价又大 着急见着啊 那你有没有兴趣 多做一份工啊 李言一愣 你说没 李耀光的语气不变 我问 你有没有兴趣 做佛景啊 阿婆 你想笑话啊 李耀光伸手 递给李言一张名片 什么时候 你觉得我没有张笑话 就打这个电话 他低头看了看表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可以自便 李言犹豫了一会儿 接过李耀光的名片 启生了 对了 那帮大全仔 在银行里 接着一批古董 本来是用作慈善拍卖会的 现在 大部分都不知所踪 你被他们劫持的时候 没有听他们提起过吗 李言站住脚步 谁知道 如果是我早就消脏了 小财嘛 谁会带着那些东西 到处跑啊 李耀光 饶有所思的 点了点头 那就是 轻便一些的可能 会带在身上了 李言把门一甩 走了出去 老人沉盈了好一会儿 梁酒 才苦笑一声 人都死光了 想对这有什么用啊 你获得了古小说 勾成路本残片 乘二 你正式开启了本次岩浮事件 事件要求如下 唤醒画有孤祸鸟的路本中的残魂 失败 失败则扣除本次岩浮事件所有点数 并抹除 并抹除本次岩浮事件中所开启的购买权限 勾成路本残片的位置不定时通报 有效距离为五公里 届时请注意查收 请注意 入手更多的路本残片 将为你带来更高收益 请注意 你在本次岩浮事件中的所有行为造成的影响 将为你提供额外的购买权限 和更高的结算奖励 你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越大 结算奖励越高 本项原则适用于绝大多数岩浮事件 备注 还记得初入时的话吗 请大闹一场吧 行走大人 造化弄人哪 李延不禁感叹 他快步穿过审讯室 见到了等候他的红鬼 丁米扬 那帮警察 有没有难为你啊 红鬼还是老样子 一身黑色的皮夹克 看起来有些税嫩的脸上 呆着笑 麻烦你了 红鬼哥 是太岁帮忙 不然你哪有这么快出来啊 李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全台太岁 的确有几分好奇 太岁知道这件事 知道 现在谁不知道九龙城寨 出了一位单枪匹马杀光持枪汉费的延王啊 人人都把你当超人呢 你别开我玩笑了 我半条命都要没了 正准备去天后 没有烧香还神呢 啊 还有 朱迪那里你怎么解释的 没事就好了 红鬼拍了拍他的肩膀 保时间是朱迪帮你付的 一会儿吃饭 你自己去解释咯 说着 他往不远处的方向 弩了弩嘴 李延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 朱迪坐在办公桌边上 对面是保时李延的鬼老律师 这是李延第一次看到朱迪穿症状 他穿着白领黑色毛衣 戴着一顶礼帽 手腕搭在脖子上 正侧耳倾听着什么 敏在一起的嘴唇 不自觉的上翘 风姿绰约 李延不自觉摸了摸鼻子 比起那天晚上 妩媚艳丽的朱迪 眼前这个平静如一汪 碧蓝湖水的女人 倒是确实让她有一种 被什么东西打中的感觉 我刚惹黄气 就这样陪人家吃饭 不好吧 哇 人家身价上百亿 腿成胸大脸蛋翘 倒贴你啊 你什么鬼语气啊 革命练势上行场啊 不是啊 你听我说 那边 朱迪已经谈妥了手续 那就这样了 查理斯 有什么事我们再联络 朱迪站了起来 伸出洁白柔软的手掌 告别律师之后 望向了红鬼和李延 朝这边走了过来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李延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这件衬衫不错 和你很搭 就是担保了一点 啊 外套弄脏了 只能相救穿 我还没谢过朱迪姐帮我 李延舔了舔嘴唇 有些干涉的回应 朱迪伸手 去玩李延的胳膊 走啊 我带你去买件新的 红鬼顺势说道 那我就 不打扰二位了 朱迪白了他一眼 你这么着急去找太岁 我也留不住你啊 红鬼打了个哈哈 拍了拍李延的肩膀 就这么离开了 朱迪低声抱怨了一句 李延只听了个胡伦 也不知道 哪儿比我好 朱迪姐你刚才说什么 朱迪转过身 笑隐隐地看着李延 我是说 你以后叫我朱迪就好了 李延咧了咧嘴 一时之间 不知道如何应答 走啊 朱迪拉了拉李延的胳膊 眉眼间带着几分笑意 偌大的餐厅 只有李延和朱迪两个人 房间的钢琴声音悠扬 曲子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 秋日思语 我很久没有买过成品西装了 不过你穿上去还挺不错的 烛火下的餐桌上 朱迪的眼神在李延身上来回扫视着 眼光深处 隐藏着一丝火热 李延喝酒的动作像是牛饮 不顾一旁服务声惊讶的目光 他沉吟了一会儿忽然抬头 问道 朱迪小姐 其实我很奇怪 关于我这个人 你了解多少 朱迪切着一块黑松露牛排 头也不抬 你指哪方面啊 这么说吧 我能理解有人花钱捧一个全手上台 给兜钱都不在乎 可我不太理解有女人会邀请一个 刚刚杀了四个人的凶徒供付晚餐 还专门为她买了一身价格不菲的西装啊 李延有些心疼的抬手看了看袖子 这一件西装 自己ES细胞强化剂的钱就出来了 朱迪的双手交叉 手背拖着下巴 想了一会儿 没有直接回答李延的问题 而是伸手把杯子里的红酒 一饮而尽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 我们每人问对方一个问题 不可以撒谎 也不可以不回答 更不能说跟问题无关的内容 不然就得喝一杯酒 反之对方就喝一杯 好啊 李延一如既往的爽快 就向他答应和安东放开人质 朱迪甩情开口 红鬼第一次向你介绍我 大概就是龙城大水猴之类的话吧 你看到我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 李延的指甲 不经意间划了一下桌子 眼前这个女人今晚的表现 显然不像福一大厦里 表现出的那样气盛 甚至可以称得上脚侠 所以李延最终决定实话实说 我当时想 这女人身家百亿 如果走投无路 找个机会绑了她 随便差点油水出来 也给我过下半辈子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